弟兄姐妹平安 我是黄奇峰牧师 在今天与你共鸣的时间里 我要讲耶稣论献祭与证罪 经文出自马太福音第五章23到26节 耶稣说 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 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愿 就把祭物留在坛前 先去同弟兄和好 然后来献礼物 你同高尼的对头还在路上 就赶紧与他和惜 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 审判官交付差役 你就下在间里了 我实在告诉你 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 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 弟兄姐妹 在以上的经文里 耶稣教导我们 如何向基督徒认罪 也教导我们 如何向非基督徒认罪 论到向基督徒认罪 首先耶稣描绘了一个 生动的画面 就是在犹太人 赎罪日的那一天 敬拜的人群 带着祭物到祭司的面前 他们到祭司的面前来 必须经过许多院子 就是外班人的院子 妇女的院子 男人的院子 然后才进到祭司的院子 百姓排队站在篮杆前面 要把他的祭物交给祭司 要把他的手按在祭生的头上认罪 耶稣说 若在这个时候 你心中忽然有一个提醒说 某某人与你有闲息 他正在抱怨你 耶稣说 你就必须回去与弟兄和好 然后回来献祭 否则神不接纳你献的祭 弟兄姐妹 耶稣的话有三点值得思想 第一 你若想起 意思是 你早已忘记了 但因为来到祭坛前 就有一个意念在脑海里散过 有一个印象在记忆中浮现 这很有意思 祭坛是神与人相会的地方 原来忘记了的事 在亲近神的时候 就会受关照 就会变得明显 第二 耶稣说 你若想起 就要及时去处理 不可压制它 让它消失 或用理智去解释说 我已经来到谈前 我已经要为所犯的罪 献祭 我这样做 应该就可以了吧 或说 我花了那么多的时间 尽了这么大的努力 好不容易来到谈前 现在又得回去 神啊 可不可以让我先献祭 然后去与弟兄和好呢 或说 我回去好丢脸哦 这样不是明明在告诉人 我有做错吗 别人会怎么看待我呢 第三 耶稣说 弟兄向你怀愿 怀愿是将不满 缠在心里 没说出来 所以是你在某一个地方 做得不够好 使对方不满意 或是你在讲话之中 冒犯对方 伤害他 使他难过 耶稣说 这样的事要及时处理 不可拖延 弟兄姐妹 愿我们在做得不够好的时候 立刻向对方道歉 请对方原谅 免得过后忘记 等到在献祭的时候 圣灵关照你 你才想起 去修补破口就迟了 或要走一段冤枉的路 增加不必要的麻烦 弟兄姐妹 从耶稣引上的教导 我们看到他的要求 远胜过国家的律法 和人的要求 在正罪的事上 耶稣要我们一思不苟 不厌其烦 要诚实面对 勇敢成正 及时处理 因人与人的创三 做没有得到医治 就不能解决与神的嫌隙 人必须先与人和好 才能与神和好 与人和好 所献上的记 才门悦纳 若不心向人悔改认罪 就不能得神 赐免的希望 你问耶稣这样的标准和要求 旧约圣经也这样教导吗 回答 是的 诗篇66篇18节说 我做心里注重罪孽 主必不听 撒母尔记上15章22节说 听命圣与献祭 顺从圣与公养的自由 弟兄姐妹 耶稣的教导 与旧约的教导一致 耶稣的教导 使我们想起 有时祷告 为蒙应允 可能是因与人的关系破裂 而还没有修不好的缘故 所以 你若正在为一件事祷告 你要亲近神 要求圣灵观照 唤起你的记忆 使你知道哪里有破口 还没有补 并要赶快修补 但心灵医治了 障碍除去了 你的祷告就能蒙应允 耶稣接着说 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 就赶紧与他和谐 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 审判官交付差异 你就下在监里了 弟兄姐妹 这里耶稣讲的是 与非弟兄不和谐的关系 耶稣呈现给我们的画面是 你和对头有解决不了的案件 格说格的有理 谁都不愿意承担执政 因此必须到法庭去寻求判决 双方也知道 当法官做判决的时候 案件就结束了 这里耶稣用三个生动的表达 值得我们思想 第一 当对方还在路上的时候 就是机会的门还敞开着 事情还没有进到僵局的地步 第二 耶稣说 赶紧 赶紧是解决问题的决心和速度 赶紧是不允许半顶的单元 赶紧是快快追上去 第三 何希 何希是达到共识 并拟出双方可以接受的条款 耶稣说 达成共识比告上法庭更省事 因法官做出判决 就把你交给执行的警察 警察就要把你下在监狱里 被下在监狱里 第一 你已经被定罪了 在没有下监狱前 你还没有被定罪 第二 被下在监狱里 你是没有自由的 没下监狱前 你是自由的 你说自由好 还是被捆绑好呢 第三 坐在监狼里面 心情一定充满苦毒跟仇恨 那被判无罪的 只感到欣慰和痛快 弟兄姐妹 先章 选择与对头和好 是明智的方法 发生纠纷 就是双方都有错 可能一个错65% 另一个错35% 在这种前提下 无论法官怎么判 都不可能绝对公平 那错65%的固然要多受惩罚 那错35%的也绝对不是清白无辜 耶稣说 既然双方都错 就趁没有到法庭以前 赶紧与对方和惜 省去法庭告证的麻烦 最后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 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 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 你问那里是指什么地方 是监狱还是地狱 回答 是指地上的监狱 耶稣说 一旦法庭做出判决 你就要被下在监狱里 你若想得示范 就必须还清百分之百的债务 一分钱也不得少 弟兄姐妹 这原则也应用在我们 向神赠罪的上面 我们做犯罪 没有向神悔改成正 律法就要定我们的罪 魔鬼这个差异 也绝对不会放过我们 启示录第十二章十节称 魔鬼为 那在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的 你问 我赠罪了 谁还清我的罪债呢 回答 耶稣在十字架上 已经替我们死 流出他的血 每当我们向神赠罪 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示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耶稣所流的血 就是他生命的暑假 也要还清我们的罪债 使我们的示范自由 耶稣因此教导说 要向神赠罪 也要与人和好 因为他使我们没有对头 使魔鬼没有把病控告我们 使神可以失眠我们 使我们的祈求 可以门垂听 得应允 所以弟兄姐妹 你每天晚上祷告的时候 要求主关照你 提醒你 每个礼拜天 你来教会 要早一点到 要安静在神面前 要求圣灵感动你 心中若有罪恶 就要清除 若有骄傲 就要谦卑 若有与人不和睦 就要和好 罗马书十二章十八节说 若是能行 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 今天的信息 就分享到这里 你的话 是无憔悉的调 你的话 是我路上的调 你的话 毕竟只可不回 你的话 比你更加感谢 你的话 是我脚前的灯 你的话 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话 比静止更昂贵 你的话 你的话 比你更加感谢 我和灯 可不抵 你的话 你 你的话 是我脚前的灯 天地将有成为我聚 你的话 却是永远 长寂 天地将有为我归坏 你的话 却是永远 长寂 天地的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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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永远 天地的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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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永远 天地的灯 你 是永远 长寂 天地的灯 天地的灯 将有为我归坏 你的灯 天地的灯 iod authority 中文字幕——YK